大家好,我是小花 話說之前如果大家有留意我的IG或者Facebook的話 如果你看我的Story就會發現我近年多了一件身體問題 亦是很多人的問題 就是濕疹 沒錯,我自己第一次發出來是在頸上 我記得那時是差不多上到臉的時候 幸好我就立刻按住了它 很神奇,沒有茶藥的情況下 它就無緣無故自己消失了 我打算應該就搞定了,沒事了 但誰知道在今年的年頭開始 我無緣無故多了一個位置 我真的拗了頭 就是這個,蠟蟲這個位置 如果你看到其實它現在都是有少少紅紅的 我一直都沒有看過醫生 但最初的源頭我是完全不知道 我想都是應該壓力 但到現在開始越來越嚴重 基本上每一天都會發作一次 而且它開始會凸起 有些粒粒粒粒 基本上每一天我都要塗那些 類似萬壽倫敦的薄荷膏 然後才可以舒緩 有時晚上簡直會癢到醒 甚至乎試過有一次 起床之後就發現 怎麼突然痠了 應該就是我睡覺的時候 拗到痠了 所以我這次就決定 是時候就對症下藥了 這個新的醫生一會兒我約了他 之後就去見一見他 看看究竟我這裏是否真的濕疹 還是純粹皮膚敏感 所以現在就出發 就幫大家去問所有關於濕疹的問題 希望今次看完之後就知道可以 究竟塗些什麼 或者可以怎樣醫 甚至乎最好當然可以斷尾 好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去見醫生了 對上一次我都集合了一些 觀眾朋友又或者濕疹朋友的一些問題 我都一次過就問了醫生 老實說我看之前我自己都很疑 究竟我手肘這個位是什麼 為什麼經常這麼癢 困擾到我睡不著呢 基本上現在看完醫生 知道自己這個只是輕微濕疹 我自己起碼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整個人是安心了些的 來到今天距離上一次見醫生 其實都過了個幾星期的了 我回來之後呢 我就繼續用醫生開給我的這支藥膏 我就早晚塗的 早上之後又清潔完 然後塗一轉 夜晚洗完澡 然後我又塗一點薄薄的 塗下去我初初以為會好像我平時 那些薄荷膏 它完全沒有薄荷膏 但是我塗了下去 其實一段時間它就已經沒有癢 頭三天其實我都是早晚塗的 去到第二天的早上我忘記了塗 但我摸到還是有點粗糙的 而且你會見到它會有點泛紅 但對於我來說 其實它不癢 我已經窩心了 窩心了 窩心了 不過去到第七月的時候 就是剛剛我過了一個星期 那一早上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Berry 終於聞到我這裡有藥膏 所以那一早上 Berry就上了來 就把頭髮了 然後睡了一會 咦 誰知真的一睡又出事 所以真的不要嚴重 它是有一點腹髮 你會見到它會紅紅的 會突出來一點點 而且開始有一點癢 那我當時起床 我洗完之後 我就立刻又再繼續塗 我都是塗了兩三次 然後又忘記了 那呢 因為我整天都忘記了 所以基本上現在呢 我想我的份量是隔天就會塗一次 但隔天塗呢 我也覺得OK 起碼它沒有以前這樣 天天都會發一發 而且天天你都要招一轉 不過呢 在前幾天呢 我就很不乖地去了滑水 那我那天就穿了長身長袖的泳衣 再加上那天的海水一般 當天我一下水 其實我已經感覺到 咦好像奶奶的 因為我一碰到海水 再加上那件長袖衣 這樣擠起來 然後它就開始癢了 出海我又沒帶藥膏 我什麼都沒帶 我就唯有這樣拍打它 然後令到它止癢 那當日完了之後呢 它是很明顯又開始紅 而且它又有些粒粒 而且今次的粒粒 最硬的 好像那些結了礁 不知道是不是我拌完呢 因為有少少血出來了 所以就結招了 當晚呢我已經立刻塗藥膏 去到第二天早上 甚至乎去到今天呢 我都還在塗著的 大家看到這裡有些光澤感 就是因為我已經塗了 那你看到呢 其實今天呢 它已經退了紅 而且呢 我現在完全沒有癢 那這隻藥膏呢 那個感覺塗上去呢 它的質地是 凡事軟的 那樣的 就是它不會馬上吸收 它還是有少少少 潤潤的皮膚 還有是完全沒有薄荷的感覺 但是基本上塗了下去呢 它是會幫你止到少少痕的 如果你不太嚴重的話呢 我覺得只塗這隻呢 都會令到你輕微的濕疹 是會有改善的 以上呢 就是我自從開始了濕疹之後 我終於決定看醫生 看完醫生 塗了醫生的藥膏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用 記得一個少少的分享 老實說我自己這年多 甚至乎現在看完醫生 塗完藥膏之後 我發現有一件事 真的是病向淺中醫 無論你的濕疹是剛剛起也好 又或者已經非常之嚴重也好 我覺得真的要主動求醫 真的要找醫生 可能有些朋友就說 我看過了都沒用的 有機會是那個醫生不適合你 又或者他開的東西不適合你 所以其實看醫生 我真心覺得真是人甲人的 沉氣一點也要說多一句 就是如果你真的有不舒服 或者皮膚有些濕疹 剛剛起的時候 我覺得趁早找醫生 就算你堅持不塗什麼 或者不吃藥也好 我覺得見醫生 想被醫生去診斷一下究竟是些什麼 在日常生活中 甚至乎吃東西 休息 各樣東西 有些什麼可以避得就避 來去處理了它 這樣也好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次的 這個濕疹分享 這個藥膏 我都是繼續會塗的 可能有時候會不記得 但是希望現在輕微濕疹 那找些藥膏 如果按到的話 就當然按 而且它是沒有類固醇的 所以其實輕輕塗一層 我日常生活已經方便很多 不用再這樣 有什麼問題意見 甚至經驗分享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我們youtube facebook 和instagram 見 拜拜